哈喽大家好,这里是秒飞食屋,我是飞哥 今天是母亲节,给孩子他妈做一道菜 我二十八天便没了母亲 我的孩子很幸福,但有一位好母亲 这一道菜呢,我也是第一次做 但是非常的好吃 这一道菜,代表着妈妈的爱意绵绵 总会用无尽的松怀去包容着我们 我把详细的制作方法分享给大家 首先把鸡爪砍掉 把鸡的松布对半切开 这样做,为的是更方便去腌制它 然后用手把鸡压平 上面残留的鸡油要把它拿掉 特别是鸡肺一定要清理干净 用水细心的清洗干净姜糖 鸡表皮上面的黄膜也要清洗干净 清洗干净控干水分备用 碗里面加入10克盐 胡椒粉2克 沙姜粉3克 十三腔3克 五香粉5克 白糖20克 要用我的手将其搅拌均匀 这一个就是我们要用的五香盐了 把调好的五香盐 均匀的涂抹在鸡身上 特别是肉厚的地方 鸡松鸡腿都是比较厚的 这些部位都是比较难入味的 所以要多涂抹几次 里里外外都要涂抹均匀 鸡的表皮上也要涂抹上一层五香盐 要细心的把每一个位置都要涂抹到位 涂抹均匀了之后 我们准备一些姜和葱 用刀把它们拍晕 把拍好的姜葱放到鸡的身上 继续涂抹均匀 这一步主要是去腥和蒸香 涂抹均匀了之后 静止腌制两个小时以上 下一步我们来调一个皮水 碗里加入100克排醋 红醋20克 麦芽糖10克 用我的手不停的搅拌 直到麦芽糖完全的融化 好了 这个时候呢 鸡已经腌制了4个小时 剪掉鸡上面的料渣 提前煮一锅开水 给鸡烫皮 用开水淋一下鸡皮 能够使鸡皮收紧 为的是更好的上色 用钢签或者鸡签 把鸡架固定一下 不一样的变形 固定好了以后 给鸡上皮水 用一块刷子把鸡皮的每一个位置都要刷到位 特别是腋下 假如有人用一块这样的刷子挠你会不会很痒 开个玩笑啊 从脖子处和头部都要上好脆皮水 这道菜别人制作本来都是用烤的 而我家里面呢就没有烤炉了 所以呢今天我就用炸的方式来完成 这道菜广东那边卖的很火的 有好多餐厅都拿来当招牌菜 好了脆皮水呢也上均匀了 挂在一个通风处风干两个小时左右 如果你急着要用 就用风筒给它吹一下 这样就会快很多 这个是风干好的鸡皮 不会粘手非常的干爽 现在开始制作 锅里面烧油 把油温烧到一百度左右 下入风干好的鸡 先关火用勺子在鸡的表皮上淋油 先淋个五分钟 让它适应一下油温 淋油五分钟了以后 把鸡提起来 把油温升到一百三十度左右 再淋十分钟 这个是淋了十五分钟的效果 再次把油温升高 升到一百八十度到两百度之间 再淋个五分钟就差不多了 很多人会说淋二十分钟鸡不熟 平时我们做白街鸡的时候 水温一般是九十度左右 二十五分钟鸡就熟了 更何况鸡的松布已经磕开 淋油二十分钟是百分之百熟的 就是鸡的成品有点见佳 鸡翅膀和鸡腿 没能够很好的上色 虽然说鸡上色有些缺陷 但是并不影响鸡的口感 这个鸡已经放得有点凉了 但是汁水还是很多 谢谢宝宝 谢谢宝宝 宝宝要吃吗 来一口 好吃吗 好美味 宝贝又来一口吧 你又想要几个呀 你又想要几个呀 想要吗 想要吗 我们一起分享好吗 嗯 好烫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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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妈妈 你一口来我爱你 真乖 妈妈 你一口来我爱你 大鼻皮 呦 妈妈 这是你的节目 嗯 是啊 等一百乱动 火车 吃不特定 这个鸡的好香 比上次炸鸡鸡好吃的味道 辣椒 有没有拿个碗 拿那么多碗 拿那么多碗 欢迎麦 首先今天是母亲节 祝全天下的母亲节日快乐 记得给你母亲 还有你丈母娘打一个电话 特别是你身边爱你的人 你的妻子 她嫁过来为你生儿育女 照顾老人 她从来没有抱怨 她不但是孩子的妈 而且是陪你一辈子的人 一定要好好珍惜 所以要对得好一点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